像这一批呢就是正宗的黄龙山底槽性饮料 然后它已经放化了好多年了 现在呢已经成为这种小的这种碎块的 它原来是一块特别大的石头 然后我们再把它敲的碎一点 这样呢更好磨 像我们每一步骤都是按照传统的这种骨发链泥的工序呢去做 然后这个呢就是特别重要 像这块还挺大的啊 敲掉 这个是磨了一遍的 这个还是很粗的啊 最起码呢还要再磨个三遍四遍 这个就是过筛 然后你想要多少木属泥巴你就用对应的筛子 它漏下去就是了 然后也不要装的太多 少一点也可以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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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o 像这块还不行 这块还挺粗的没有磨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把它切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